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曲娜 剛剛官方在臉書公布了一個令人興奮的消息 就是在今年2月的時候會有一個超人氣角色進行強化 那會在1月21號的時候在官方的臉書 直播公布這個角色到底是誰 那2月其實就是電玩展結束 然後今年農曆年是2月初 所以是蠻符合那個時候的 所以應該是在過年的時候會推出 合理推斷 那強化的部分並沒有說是解放還是易轉 這個人還要給他完整公布資訊才知道 那這角色到底是誰呢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我的看法 我覺得應該是天竺系列 因為三藏跟鐵扇其實他們現在真的是很弱勢 很多這個合作卡基本上都已經屌打 屌打這個三藏跟鐵扇 甚至是連現在的神貓大盜系列 這種獨立卡夾 官方自己推的獨立卡夾 都已經比這個三藏還要強了 那可能有很多回國玩家或者是新手 他們沒有經歷過三藏統治神魔的那個時期 三藏他剛出來的時候真的是無敵 一隊打全部 然後那時候剛好是氣天地出來的時候 那三藏一個隊伍 其實基本上那個時候只有三藏隊比較好打 其他隊伍都非常難打 這是他非常強的一個事情 但是現在真的是有點可悲 就是很多隊伍都比不過 所以我認為他們也是時候 在今年過年就是一個最佳的時機 讓三藏衝回一線 所以這是我個人的推測啦 那鐵扇的話不知道他們會做怎樣的強化 不過推測應該也是會往隊員向 因為隊長有三藏了嘛 那隊員 木黑金有這個美姐了嘛 所以我覺得鐵扇應該會往一個 隊員向去做 那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個角色是什麼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齁 或是你認為這個角色會有怎樣的技能呢 都可以歡迎在下面留言 討論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幫我按訂閱 右下角幫我按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不好意思有點喘 因為剛剛用跑的回家 掰掰